您不能不知道来看到 大部分民众吃巴勒的时候 都不会特别削皮 但削皮吃竟然更健康吗 医师江守山引用国外研究指出 巴勒削皮之后 酱胆固醇跟三酸甘油脂的效果会更好 但目前原因还不明 而另外呢 有一些水果则是常常被去皮 但其实连皮吃的话会更加的营养 有营养师就指出像是奇异果 还有水蜜桃的果皮 含有维生素C跟多酸等成分 把皮起吃下肚 营养价值更高 清爽脆甜的巴勒 只要把表皮洗干净 就能入口享用 但削皮吃可能更健康吗 医师江守山分享国外研究 他们追踪45名健康大学生 发现如果吃没削皮的巴勒 体重跟身体质量指数 BMI值还有血压都可略微降低 但要是吃削过皮的巴勒 就连总胆固醇 低密度胆固醇 跟三酸甘油脂也会跟着降低 这个皮在研究里面就发现 它居然可以抵消掉果肉的 所有的降血糖跟降血脂的效果 从动物实验跟人体实验都发现了 那只是说还没有人去 独立分析它的成分 目前已知的话 还是觉得说 巴勒今天只要外皮洗干净的话 其实你还是可以连皮吃 如果你今天怕血糖会比较高 或三酸钢子比较高的话 你只要控制好水果的分量 不要一天吃过量就好 但某些水果则是经证实连皮吃更健康 营养师指出像是葡萄皮跟苹果皮 各含有花青素 胡皮素以及多酸类 有助抗发炎 至于奇异果跟水蜜桃 许多人吃完果肉 就会毫无悬念把皮丢掉 不过营养师强调 奇异果皮其实含有黄酮类化合物 跟维生素C 水蜜桃皮也有多酸类 跟维生素C 把皮吃下去营养更多 可是因为它们上面都有些小绒毛 那这些小绒毛有些人在吃的时候 其实会造成我们的就是咽喉上面 有些不适的感觉 甚至有些过敏的状况 到底要不要吃果皮 也得是水果种类而定 这是陈廷二弟看不到